海底社區的苦茶種植的面積很大 我們目前有37公斤 所以範圍很少 那苦茶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就是粗放栽培 幾乎不用施培 也不用管水 只有七月澆水就好 所以它是粗放栽培的話 我們只要草砍一砍就好了 一美就可以收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它會不會很漂亮 所以你看到有的長得很漂亮 有的好像葉子怪怪的 那都沒有關係 到了十月的時候它都會很漂亮 沙油要炸以前 沙子要先沙菌 沙菌完了以後就可以開始炸油 炸油 因為我們用的是自動的機器 它是用電腦聲勢在這裡 所以我們只要把紙放到裡面去 就是水分含量合格的 它有沙菌或有放進去 大概兩個小時內有一個招 只是我們的機器不大 所以有一次可以炸15公斤而已 當你需要的時候我們訂 我們就炸 等一線炸你帶回去就用 這樣會比較好 炸完了以後我們就要過濾 那我們有濾油精 然後把它炸死去 可是我們濾完以後的油 我們沒有馬上放 我們還會再放在那個 不舒缸桶裡面去給它沉澱 大概要沉澱一個月 我們會給它放久一點 給它沉澱 然後大概就做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就是在地生產的在地消費 那不見得會輸給國外進口的朋友 那大家用我們自己的國內生產 是比較好的 謝謝大家